镜头前这位老人名为陶思亮 满头银发 神采奕奕 他已经从事公益事业三十多年 但当他回忆起父亲陶住的时候 依然这些小时候自己对父亲的埋怨 陶住 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 曾担任过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 他的一生为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 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在女儿心中 父亲的成长轨迹颇有传奇色彩 就当了小伙计就有机会跟着这个老板就到了武汉 到了武汉以后那时候正是大革命时期 昏昏敦敦的一个农村小青年 就顺着这个香江上顺着这个木牌 就卷入到了大革命的洪流中了 他到了武汉就接触到了革命思想 陶思亮认为在父亲的人生历程中 还有一个因素起着关键作用 那便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所军事学校 黄埔军校 我觉得他原来的话 少不跟四的一个农村小青年 要是没有黄埔这样的正规的训练 我觉得他不会有他后来的这个信仰 还有就是他后来的这种一种性格的形成 从此以后就没有退缩过半步 父亲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做了无数的工作 国家建设上的经济数据他烂熟于心 但陶思亮说 个人生活上父亲甚至不知钱为何物 他从来一生也没有摸过钱 他自己也没有去 也没有货币的概念 也不知道买东西怎么买法 从来不用钱 他说不知钱为何物就这种人 他说我就你结婚 我就给你一千块钱 他说我就给你留一千块钱 你结婚 其他我一分都不留了 有人就说他像一个清教徒 就是没有任何爱好 除了工作 要求于人的甚少 给予人的甚多 这就是松树的风格 这是陶珠在松树的风格 一书中写下的句子 陶思亮也是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 他带头成立的基金会 帮助过的零到六岁的脑瘫患儿 高达一百二十万人 谈及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这位白发老人紧跟时代 说出他对躺平的看法 现在的年轻人就是 听说有一种倾向就是躺平了 其实这个时代是很伟大的时代 他们应该处在一个机会 很丰富的一个时代 而且现在国家搞的大湾区 这些都是孵化器 国家的政策太好了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太幸福了 你只要是肯创业 肯动脑子 肯下功夫 那国家会给你钱 给你机会 甚至给你去找市场 国家把你孵化起来 你说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为什么要躺平呢 不去奋斗呢 几瓶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